35岁演员高以翔猝死,没有任何工作,值得拿命去换。 27日凌晨,明星高以翔被曝发生意外,有网友爆料称高以翔在录制综艺节目追我爸的时候突然猝倒,随后被送往医院ICU进行抢救。 根据现场网友爆料,当时高以翔录制跑步环节,在晕倒前一刻高喊我不行了,但是当时好像没有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 但是等大家发现不对劲后,高以翔已经晕倒在地。 25日,高以翔在台湾出席活动,和蓝军天不见好碰面。 当时蓝军天表示高以翔身体有点状况,似乎是感冒了。 27日,至凌晨1时45分高以翔已持续工作17个小时,之后他在跑步中昏迷。 医护人员到场后进行10分钟心脏护诉,之后送往医院,至天亮工作人员人守在门口。 但是也真诚地希望电视台录制节目能够合理安排好时间。 虽然预算会多一些,但是这对无论对演员、工作人员、技术部门、幕后人员以及现场的所有人都是一种保护和提供一种健康的工作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